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九寻股的频道 这是一个主要帮助投资人从基本面 筹码面分析犹台股热门排行中 选出属于自己好球带股票标的的频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5号 小九在看了很多大youtuber的影片之后 就在想说小九的频道 到底可以为观众提供些什么样的资讯 观众可以从这个频道得到哪些知识 小九自身又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资源 或是一些可以来为各位服务一些亮点 帮各位先做好功课 并且挑选出已经还原K线值 是向上趋势的股票 来做一些标注 所以小九在youtuber简介上 有特别著名说在这个频道的初期呢 希望可以在每个影片 第一个留言的人 我可以提供一个你自己想要看的 一个台股热门搜寻的条件 在留言中呢 给我一个你自己的一个云端的路径 小九才可以将档案传给您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热门排行均线反转的部分 首先呢我们在均线反转的部分 看得到20日的均线 60日的均线 以及120日的均线反转赡养 总共有26档股票 小九呢在这26档股票的部分 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画面上有17档的部分 小九有留下来 放黄的部分则是小九已经先做好功课 他在长期的还原K线图上 是呈现一个稳定向上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看一下累月的营收增减第一名 其实是矽格 禁止笔则是远东新 当日的PER值是台加索 ROA值的部分则是星象 星象这支股票等等 我们就他的今年度的一个配息的部分 来做一个讨论 在4月公司有自己买入自己的股票 则是有两尾比较多 远东新的部分则是有近小九 此股超过600张的趴数 他增减量有往上增加的一个状况 当然 矽格的部分 以及两尾的部分 在超过600张 4月的时候呢 也有增加的一个状况 就星象的鼓励政策来说 他已经19年连续配发鼓励了 可以看得到 从2015年的部分 一直到今年 他有逐步配发鼓励增加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并不是年均殖利率 是一直往上增加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他的股价在2020年 以及2021年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高的 而今年呢 2022年则是 现金加股票 是配8.22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2021年到2016年的部分 他又使用到公基金的部分 那今年呢 特别配了一个股本 10元的部分 也就是说 你手上有10张股票 你在除全息之后 会变成20张 那时候的股价呢 如果是730元的话 就会变成365元 除全息之后呢 不知道会不会有 可能觉得这张股票很便宜 就进去抢买了 这个可以 后面可以再看一下 其实他本身的价值 不会因为 配发了这个股票的鼓励之后 然后增加或减少 它是不便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热门排行PER 由低至高 前300名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 这里有26档股票 黄色的部分 一样是 小九已经帮忙做完功课 它的整体的还原 股价的趋势是往上的 看一下累月 引收增减的部分 第一名其实是绿意 近世纪 近利的增减 则是润态拳表现的比较好 近纸笔的部分 则是黄顶 一样 当日的PEI 也是黄顶 比较好 华元的部分 则是在近年ROA值表现的比较好 小九会圈选的部分 都是有黄色仿白的部分 近年合计 直立绿的部分 则是华硕 看起来比较好 这个对现金流 会比较有帮助 而公司 对自己四月股票有购买的部分 则是适合 超过六百张的趴数增加的部分 是华欣的部分 四月超过六百张持股的人 有增加 则是还泰的部分 接着 我们看一下库长股的部分 库长股 我们看得到 这总共有十六档的部分 有公告 那这十六档的部分 小九 然后呢 筛选出来之后 会剩下七档股票的部分 唯一一个利太的部分 则是 还原股价的K线图 是有往上的一个趋势 等等 我们就 趋势往上的部分 来再次做一个说明 可以看到这个利泰的部分 在累月的营收增减量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公司要买回自己的股票 其实就是稳定自己公司的股价 也要再增加投资人对自己公司股价的运行 看一下利泰的月线图的部分 我们一般都是看三年线跟十年线的部分 它如果是长期的往上的部分 没有上上下下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 它算是一支好的股票 小九说明一下 小九不是推荐要你们买这些股票 而是请你们去检视自己手上的股票 再确认一下 如果你有买入上述的一些股票的时候 当初买入的投资原因 到底是不是已经有改变了 下一支影片的部分 小九打算就持股的张数 股票排行以及市值的排行 来做一个好球袋的检视 谢谢各位订阅点赞及分享 也欢迎各位朋友持续追踪小九频道 如果你有朋友还不知道小九频道的话 也请帮忙分享 感谢你的收看 祝大家投资顺利 平安健康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谢谢